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來想說今天會是最輕鬆的一天 不過事事都是在意料之外 等於是我們在最後這一段 反而是這次高陵古道路況最差的一段 第一個是路基不明 第二個是現在整個 這邊有一個大灘方 整個崩壁這樣崩下去 所以這一段的古道都消失了 這邊人員要陸續的通過 比較有一點危險性 那翔島現在是在前面開路 我們要繞過那個崩壁 再繞過去再下切到大陸領道 所以讓大家比較辛苦 比較危險一點 你都幫你走哪裡 等一下從那邊比較好下 比較好 對,那邊下去 這邊下去再切過崩壁 上面的地 都靠這個過去嗎 這個老闆就只有小坡這邊下來 我還在這邊看著你 我還在那邊看著你 這個大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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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斷嗎 要斷... 我跟你講,你要... 上面一點就下來 幫你... 你再... 把他輕一點點... 這邊嗎 對,這邊下來 這邊好,這邊下來 好 小心 好 好 走 用到骨子可能不太好走 沒辦法,你要上來嗎 我圈狗 你要不要跑這裡比較安全 那邊有一點 最後那個時候不穩 小心,我抓好 那個卡住那個也可以走了 我知道 對 不會吧 我... 好 慢慢來,阿孔 對 對 還可以... 砍一下,你接一接 我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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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吃... 會吃... 東西還是在上面 蛤 對啊,東西還在上面 對啊 看背... 你背東西沒辦法 砍啊 還是年輕一點 不好 不好 好 想我出壁 倒是沒有用 接二連三的斷崖崩壁 路況和幾年前 蘭薩和李瑞宗老師 調查古道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同 路況無法掌握 身體明顯疲累 我們都能感受 蘭薩的心情有點沮喪 甚至還用泰雅人 尊稱老人家的 有大死來稱呼自己 有點像漢人在說 自己是老朽老漢 老人家自怨自義 年輕人只能盡聲不語 既不敢喊淚 也不敢哀嚎 只好悶著頭爬斷崖 然後自己在心裏 刀念自己 都已經是高度科技文明的世界 為什麼還要勞心勞力 冒著生命危險 踏勘幾乎沒有交通意義的古道 這些前人生活的遺跡 真的值得我們付出 這麼多心血嗎 天色又暗了下來 這已經是不知道 第幾個摸黑走山路 戰戰兢兢的夜晚 三個小時的門閉夜行 大夥只能拖著一副 獅神的軀殼 安靜開路 勉勵向前 直到越來越多的造林樹種 出現眼前 台灣山又名亞山台灣爺 是山科台灣山鼠 台灣特有種植物 主要分布於台灣中部 約1500公尺到2500公尺山區 它是亞洲最高的植物 可達90公尺 1906年日本植物學家 早田文藏分類命名 材質耐用而富有香氣 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 早年大量採閥 名列台灣真夜五目之一 摸黑了 又下雨了 看到造林地了 還好 在最後一刻 下雨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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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到了 到 到 最後這一段還不好下 很陡 小心 小心 下來 好 還是 到大陸林到了 到了 路上這樣 謝謝 好 文獎大哥 小心 已經到了 有 好 到了 辛苦了 謝謝 到了 後面的 終於到大陸林到 這邊是幾坎的地方 好 好 文獎 最後還要演出 太高興了 太高興了 家庭好戲 那個 那個 刀子的這邊 我們要堅持到最後 不能 來 刀 是我抓到吃菜 到了 到了 現在是小羊要下來 小羊下來 不能這樣很夠 真的慢慢下來 好 來 表面下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辛苦 辛苦 謝謝 表面真的是最辛苦 背最重 又背水 背什麼的 真的好重 妹妹回來 快 好 來 我可以教你 剛剛可以 表妹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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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下來了 我下來了 還好 今天頭髮又短 好 對 前幾天頭髮還短 可是這幾天 很多刺 拉來拉去 拉長了 都下來了嗎 都下來了 後面沒有了 剛剛沒有看到 阿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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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趟走 尤其我們最後一天 都沒想到這麼難走 不會 因為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難得的經驗 還有 老師 老師 躲在後面 這次還好吧 還好 很久沒走這種路了 真的 這一次把老師抄了一下 老師差一點 埋了一個碳陽 對啊 不敢發現太多東西 發現還有碳陽 趕快把它掩埋起來 不要再拍了 那會出不來 真的 非常謝謝大家 每一位都非常辛苦 還有一位就是 我們的開路先鋒 有位 謝謝 他真的話最少 可是一路在前面開路 真的就一路從第一天 前面比較少到 究竟後面幾天 幾乎都是 他在前面衝鋒碎陣 謝謝你 真的 你看他拿的這把 開路先鋒的刀子 對 所以我們才能慢慢 這麼順利這樣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好啦 終於到了 我們現在回到大陸林道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神奇住在所 就是這樣 把公尺住了 這塊錢 不到十公尺 對 所以這個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邊好了 那我們就是回到我們的起點 也是我們這個終點就是觀物 好不好 去觀物大家吃飯 還要再走四公里 至少是平的 好了 那我們就回觀物了 好 走 辛苦… 還有這次最辛苦的就是 攝影師阿易 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好 阿空 阿空 辛苦了 好 辛苦了 滑了好幾跤 最後一個 嘴巴 自己擋自己 嘴巴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來 鼓勵一下 辛苦了 神奇住在所 近在咫尺 但是一行人氣力放盡 沒有人願意再多耽搁一秒 每一回筋疲力盡的探勘 都會懷疑 為什麼要如此自苦 但每一次重回文明 沒多久又想再入山林 拍攝台灣之美 紀錄歷史場景之外 還儘然感受 來自山林的召喚 召喚我們重返自然 在心力交瘁之際 與山林深度相處 展開自我對話 對蘭莎來說 竹苗山區的這些古道 更是意義深長 熟悉的場景 山腔飛鼠的叫聲 都是它回到童年 重返祖靈之地的記憶線索 一趟古道 我們都從山林的心靈原鄉 再夢而歸